再看这一则新闻 诈骗简讯白白款 最近有种是装成交通单位 说你有过期的罚单没缴费 要你点进连结用信用卡缴费 不过交通局跟警方就说了 不管是过期的或者是没有过期的罚单呢 都会是用纸本寄送通知 若是收到简讯就一定是诈骗 接着来看下一则新闻 当您接收到关于税务 辅助津贴水电费等讯息的时候 看到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 就可以快速确认讯息的真位 我们可以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 判定这是政府机关发送的讯息 保护自己免受诈骗侵害 从源头防诈 数位部和您一起努力